哈囉大家好我是屬於藍 我們今天呢要玩一款叫做 Gorl Castle的遊戲喔 那這款遊戲呢 比較像是一種進化路的那種 養成遊戲吧 然後它會有 結果是不同的選項 以不同的排列組合去點擊的話 它會有不同的結果的樣子 中文翻譯的話應該是叫做 進化城堡啦 好啦那我們就廢話沒多說啦 直接開始遊戲吧 GO 那... 喔這遊戲也太...太鳥了 它只有四個選項喔 那沒關係我們一個一個選 呃...左邊這個是什麼遊戲啊 這是... 這是旗幟還是盾牌啊 這什麼鬼啊 防禦...喔防禦的東西是不是 它挖了一個護城河 然後...我們第二個選擇它 這是那個尖塔的感覺喔 然後呢 我敢選錯了 我感覺這個選槍不太好 然後這是士兵是不是 士兵 一台投石車然後亂丟 然後這個士兵站在這邊不知道幹嘛 然後第二個 蓋個護城河的門 然後就結束了 然後士兵走出來 然後看到這裡有一個城堡 投石車 然後結束 我的選上非常的垃圾是不是 4 3 2 2 我覺得這兩個應該是要先啦好不好 然後這個士兵應該可以最後放 我們先點尖塔看看嘛 尖塔點了一個 然後... 點一下這個 護城河 我是不是又選錯啦等一下 然後放一下門 然後放一下士兵 喔沒有還沒還沒放 它走出來了 然後...啊怎麼了 士兵越來越多了 我這樣是正確的嗎 選 喔... 怎麼改更慘了啊 不是這樣子啊 不然我們先點士兵好了 我們先需要讓士兵發展嘛對不對 然後這個城門就很安穩的 掛在這個門上有沒有 到底要怎麼這樣才能玩到最好啊 我這樣感覺又選錯了 我這是最慘的 哇操勒 哇我這個 全部都是... 我玩了一個最爛的組合是怎樣 啊不然門先嘛 先放門 然後就有兩個士兵走出來 然後我們再放一個士兵 我是不是就完蛋了 等一下 我是不是完蛋了 喔... 這到底是殺小 感覺我們副城河他都先挖喔 挖完副城河之後放一下門 喔 然後讓他能夠過橋有沒有 然後我們再放士兵 他應該會有一個全MAX的感覺喔 士兵 士兵 欸我可以一直點 他一直升級欸等一下 他這個投石車到底是用來幹嘛的 在那邊亂丟 我的士兵又越多了 然後最後再蓋這個尖塔 喔 喔 我成功了嗎 我選了一個非常 不錯的感覺喔 是嗎 怎麼了 這士兵走出來 然後走來這邊 蛤 蛤 我現在是 是什麼狀況 完全成功了嗎 他完全沒東西了欸 這什麼鬼 等一下我們再重來一次喔 為什麼卡住的這樣子啊 我們換個選校好了 感覺剛剛那個就沒有蓋好啊 盾牌 然後士兵 然後 喔 城門 喔 喔有有我少了這個步驟有沒有 我覺得這個有差 然後最後再放這個塔 我應該是最好的 感覺有有有沒有 然後放個城堡 喔 唉唷 喔對嘛這樣才對嘛 我這樣才是完全MAX嘛對不對 少了這個東西啊 喔我們國王出現了 然後放氣球全部MAX 啊不然我剛剛那個是遇到BUG是不是 然後這個遊戲就像緩緩的是不是 這也太短了喔 畢竟他也只有四個選項嘛 這也沒辦法 對吧 好啦 這 這 我也不知道該說什麼好不好 就是就是這麼一款 非常 簡單的小遊戲 我們玩玩了 就這樣 其實我還蠻喜歡這種遊戲的啊 那如果各位觀眾還有什麼 推薦的遊戲啊 一樣 我的影片在下方告訴我 下次再見囉 拜拜 我們會不會再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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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有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